所以第七章是講大氣震盪 會講一大堆的波動 然後如果你們有仔細的看我們課本的章節的話 你會發現第六章跟第八章看起來是連在一起的 第六跟第八都是講斜壓擾動 但它中間差一個第七章 目的就是因為第八章會用到第七章的東西 它雖然看起來好像內容很多 但是在數學的部分 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就是解波動方程 然後它的解法都一模一樣 是同樣的步驟 那個步驟雖然有點多 但是是固定的 它那個步驟是固定的 所以你學會那個步驟之後 所有的波動都是同樣的解法 但是它的equation會越來越難 我們會從最簡單的單白的波動方程開始解 解到最後面會解Raspi Wave的 螺絲培波的波動方程 那解法都一模一樣 只是那個equation會越來越難 那我們先很快的講一下第七章會講到的波動 那7.3是比較簡單的波動 它會介紹兩個比較簡單的波動 一個是聲波 然後一個是潛水重力波 聲波就像我現在講話 就有聲波 這個就聲波 然後7.4開始是重力波 這個是比較單純 只有因為浮力產生了波動 所以重力波的另外一個名稱是浮力波 所以像重力波的話 它的它雖然名稱叫重力波 但是它的恢復力其實是浮力 這是7.4 所以它會越來越難 7.4.1是純內重力波沒有地形的 7.4.2就是有加地形進去 然後一樣是重力波 所以因為看到它的那個章節的排法 是從簡單到難的 然後7.5就是一樣是重力波 但是開始要加地球自轉進去 所以是尺度越來越大 7.4還是中小尺度的波動 7.5就是大尺度的波動了 所以會感受到地球自轉 那感受到地球自轉的 在你還沒有重力 完全是水平的時候 是純慣性震盪 這個是水平的 還沒有 就是不考慮重力影響 只考慮地球自轉影響 那再來你把重力和地球自轉 加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有慣性重力波 這個是最常見 大氣面最常見的 都是慣性重力波 只是它的 它就是 你往某個極端走是重力波 另外一個極端走是慣性震盪 然後大部分大氣面震盪 就是接在這兩個極端中間的某處 然後7.7就是螺絲培波 這個也是我們比較常見的波動 然後 所以螺絲培波跟慣性重力波之間的差別 就是螺絲培波有特別去做準地轉近視 所以我們第六章有講準地轉近視 對不對 所以7.5之前都還沒有做太多的近視近視 但是螺絲培波就是只能用在中緯度 因為它做的轉地轉近視 那螺絲培波它也有分 一個是鎮壓螺絲培波 這是螺絲培波也是有分簡單的跟複雜的 所以它從簡單的開始講 下一個就是有高山去激發的螺絲培波 然後後面呢是第10章還會有一個叫 Stationary Rasby Wave 就是滯留的螺絲培波 這兩個其實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你看那個字邊意義會覺得它一樣 但是他們章節上面的排法就是它會 前面講這個Forced Rasby Wave 它是限制它在某個緯度範圍內 所以它沒有金向的傳送 就是沒有南北方向的傳送 因為它做準地轉近視 然後第10章的那 第10章我們其實不會講到 因為課程時間不夠 第10章這個Stationary Rasby Wave 就是它可以有金向傳播 所以它會把那個限制一條一條慢慢放寬 然後到後面就會越來越複雜 如果你有買課本的話 第10章你可以到時候 就是有空的時候再自己研讀一下 後面就已經超過第7章的範圍了 不過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讓你整個波動的概念 比較完整一點 那第8章會提到一個 Biroclinic Rasby Wave 前面我們回去看一下 第7章是講BiroTropic 鎮壓螺絲培坡 那鎮壓螺絲培坡 那鎮壓螺絲培坡就是它沒有符合浮散 我們之前講說地轉風沒有符合浮散 對不對 在這邊是 我們就是只考慮地轉風 也沒有考慮偏地轉風了 鎮壓螺絲培坡就是它連偏地轉風都沒有 它是一個 就是符合地轉平衡條件下的螺絲培坡 那種叫鎮壓螺絲培坡 那實際的大氣其實是斜壓螺絲培坡 我們實際是有符合浮散的 所以就會有第6章講的刺環流 然後會有垂直運動 這種斜壓螺絲培坡跟鎮壓螺絲培坡比的話 它的波速會比較慢 傳遞比較慢 因為它有刺環流會拖慢它的速度 那這種波動它如果你是越靠近刺道 就是你在做那個準地轉進刺的時候 你把它越拉近刺道的話 它的波動性質會跟鎮壓螺絲培坡比較接近 因為越靠近刺道的地方 你的大氣越接近鎮壓狀態 所以這兩種波在靠近刺道的地方會比較接近 然後它有一些名詞就是可以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們可能讀別的書會看到 所以Beroclinic Raspi Wave就是Divergent Raspi Wave 然後鎮壓的就是Non-Divergent Raspi Wave 那第9章會講到Mountain Wave 就是Li Wave就是過山 西風過山之後會有背風的低壓產生 那個我們叫Li Wave 背風低壓 背風波動 Li就是背風面 那這種通常是中尺度的 那因為第9章我們其實也講不到 我們可以講完第8章就很好了這樣子 然後第10章這個我剛剛有提過 就是跟第7章的False Raspi Wave可以比較 然後11章之後講赤道波動 這個其實很重要 然後我們大三上學期如果有修熱帶七項 可能有聽過講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只有講現象 我們沒有去減它的方程式 沒有講到數學 那現在就是如果你修過大三上學期熱帶七項的課 然後你至少現象是知道的 然後你修完大氣動力下學期 修完第7章之後 你可以試著去看看第11章 11.4的內容 然後去解看看 因為它的至少Equitorial Raspi Wave的解法 會跟前面Raspi Wave差不了太多 然後它第二個是Raspi Gravity Wave 螺絲培重力波 混合螺絲培重力波就是MRG 如果你還記得熱帶七項膠的東西的話 就是Mix Raspi Gravity Wave 就是在赤道兩側 然後會不對稱分布 所以你會看到 有時候會三個颱風跨在那個赤道兩側 然後它們是三角形排列這樣子 那就是MRG造成的 那這個也可以解得出來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Calvin Wave Equitorial Calvin Wave 這個也可以解得出來 那如果我們這學期至少到第八章講得完的話 我會再補充這個Calvin Wave 因為Calvin Wave還蠻重要的 而且因為前面剛好都沒有講到 像Raspi Wave Equitorial Raspi Wave的話 它其實性質跟前面的這些 尤其是跟那個鎮壓Raspi Wave Berotropic Raspi Wave其實差不多 所以那個前面第七章就會講到 然後我會試著把Calvin Wave也講一下 有空的話就會講 那如果你對波動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高層也有波動 就是平流程以上的地方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全部都在對流程 那高層大氣也有 會有垂直傳送的行星波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波動 大部分都是水平方向上傳 譬如說重力波或是浮力波 它可能會有一些垂直方向上的分量 但是相較起來不大 那高層大氣的這個垂直傳送的 行星波是真的可以往上傳 傳的非常的遠 那這是在中層大氣裡面 非常重要的能量傳送的方式 還有平流程裡面會有波 會有一小節是講平流程裡面的波 那這個一方面不是我的專長 一方面我們課程也上不完 所以這個就不會講到 只是提一下說有這個東西 好來講一下現象好了 就為什麼要把大氣裡面的現象當成波動 你可以先看這張是500百怕的高度長 就是氣壓在空間上的波動 那這是從北極投影下去 那個地形看不太清楚 地形有點模糊 但是那個白色的線就是500百怕的高度長 然後現在這個畫紅色的這個是低壓槽 這邊有畫紅 然後還有標號 這邊標1 2 3 4 5 5個低壓槽在這邊 另外還有一個綠色的線在這一圈 然後把它投影到下面這張圖 所以它最下面這裡有標精度 中間這裡是180 然後東京 左邊是東京 右邊是西京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500百怕的壓面 在空間上面的高低氣幅 然後它其實就是像波動的形式 這樣看得出來嗎 然後上面有標1 2 3 4 就是上面那張圖 它那個五個槽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槽在這邊 就是這個 這應該是在大西洋上面 我們應該是121 2號的槽這邊 差不多在這裡 就是台灣差不多在2號槽這邊 所以這張圖要給你們看的就是 大氣裡面 譬如說 其他場的那個 上下起伏看起來就像是波動一樣 好 所以 剛剛那個紅色的線看起來不太規則 就是它是波動沒錯 但是看起來不太規則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描述它 所以我們現在第7章要做的事情 就是教你們怎麼樣用 負利頁極數 去描述它 去描述它 去描述你剛剛看到那個500百帕 在空間上的奇怪的波動 沒有很奇怪 就是比較複雜一點的波動 所以 大氣現象等於很多很多波動的疊價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到那個波動有的大有的小 那所以你怎麼樣準確 而且又有效率的描述這些波動呢 就要用負利頁分析 所以先舉例說明 就是現在這邊有四個波 中間就是最左邊 最左邊這三個圖是 就是波數 這個波數是最小的 就是只有一個波 波的數量 這是只有一個波 然後下面只有幾個波 一二三三個波 這是波數三 然後下面就更多 一二三四五六六個波的波數 這我就不想數了 因為老花眼我看不太清楚 好 然後呢 你看中間這邊 它就把第一個 第一個分量跟第二個分量加起來 現在它第二個分量用綠色的話 加起來都會變它右邊的這個 它會有那個小的震盪跑出來 那如果再加一個波數六的波進去 現在是藍色的 加下去就變 它的那個 可以描述的更細緻啦 就是那個波的細緻變化 可以描述出來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 去找出大氣裡面 這個波動呢 到底要用幾個波 幾個不同波數 然後它的大小 證幅是可以調 像這個範例的話 它的證幅是固定的 其實證幅也沒有固定 每個都不一樣大 不過它看它畫 看它畫是越小的 不過證幅畫越小啦 那其實實際上 我們在用的時候不一定 就是看你的需求去做這樣子 第一個要介紹的 叫線性擾動法 所以大氣裡面有波動 然後我們想要用 負力液急速去描述它 那你要做一些動作才能 你不能直接拿 我們現有的運動方程 就想要把它做負力液轉換 這樣轉不過去 因為我們原本的運動方程 是非線性的 你們可能之前還沒有聽過 那個名詞 是非線性 因為你有非常多這種 就像這個這樣 U 然後乘以 partial U 除以 partial X 這個 這樣子的像 在我們的方程式中 非常多對不對 大家應該還記得 該不會考完式就忘光了吧 這種形式的 方程式我們叫它 說是非線性的 所以我們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要先把方程式線性化 線性化完之後 你才可以套用 負力液轉換 去把它轉成 什麼Sine跟Cosine的 那個component 這樣子 好 那所以7.1 第一個要介紹就是線性化的方法 那個叫線性勞動法 就是這個 the perturbation method 線性化的方式其實蠻簡單的 然後你一定要學會 這很簡單一定要學會 因為整個第七章都要用 到第八章都還會用到 那就是 我們把譬如說U這個變量 分成是平均場加勞動場 這我們之前有分過 我應該還蠻熟悉的 那那個平均場的話 就是有做過空間跟時間平均了 然後呢 所以我就把U 譬如說U已經分成Ubar加Uplan 然後套到下面這個項裡頭 所以U的部分就是第一個括號 就是Ubar加Uplan 然後這個partialU的U 也要把它用上面這個新的 Ubar加Uplan帶進去嘛 所以就帶進來 那X不用動 X只是一個坐標而已 那所以 你就 這兩個項層在一起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把它拆開來 所以就 其實你撐起來應該會有四個項 那有一些項不用 譬如說這個Ubar Ubar對X偏為分這個 為出來是0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不用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嗯 你現在 Uplan會很小 Ubar會比Uplan大很多 所以 這兩項第二項會小很多 所以我們就把它消掉 這樣看得懂我 那個投影片在寫的東西嗎 那這樣你的 你可以跟原本等號 最左邊的這個項去比 所以 平流項 造成平流效應的那個水平的封場 第一個U 那它就會變成是平均場的U 跟T度有關的這個部分 PartialU除於PartialX 這個是描述 封場在空間上的變化 對不對 是封的T度 那那個T度的部分 就會用擾動場去代表 這樣聽懂嗎 所以是 你的 等於是你的平均場 去平流你的擾動場 的那個概念 這是線性化的過程 那 所以下面一些文字 這個過程的目的就是 原本我們的 我們的控制方程 Governing equation 是non-linear的 那做這個動作之後 你就會變成是linear的 所以是一個線性化的 微分分方程了 那這種方程是我們就可以用 標準的方法去解它 standard method 然後解出來那個 結果呢 就是可以用sinecosine 的形式去表達 有一個作業 其實就是這個啦 就是線性腦洞 就是剛剛講的那一段 你們會看到那個題目 長什麼樣子喔 線性腦洞理論 將某個物理量分成 平均場 及勞動場 然後它的平均場 我有括號說明 就是它已經做了 時間跟空間的平均 然後請你利用線性腦洞理論 將此項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做過這個項 線性化 然後這個作業 是希望大家去留意說 你要用文字說明 你使用的符號 還有你做近視的過程 就是不能只 劈哩啪啪寫了一大堆的公式而已 就是 因為這個 推導過程太簡單了 所以通常人家出這個題目的目的 是要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懂 所以你如果背一堆公式出來 沒有辦法判斷 你必須要文字說明 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懂了 所以就是你要 寫清楚說 譬如說你的plan代表導動場 你的bar代表平均場 然後你的bar的那一項 遠大於plan的那一項 就是這些說明 要把它寫出來